每天吃一瓜 封闭姐巴巴巴 陈奕迅在自己的杭州演唱会上宣布 因为失声的缘故 他第101场演唱会将无法如期举行 有网友发现他没有转发一个中国的任务播 猜他是因为没有及时表态 所以被封杀 演唱会被叫停了 和那个没有关系 这件事关键看台湾艺人的态度 香港那边的艺人不受影响 那么多没有表态的香港艺人 不也没有封杀吗 不至于到陈奕迅这里就换标准了 而且陈奕迅虽然对内地的态度比较一般 但立场没什么问题 连他那个狐朋狗友一堆的老婆 都立场很坚定 原来有感独创夺过他老婆一起参加活动 被他老婆骂了一通 说做死别拉他 但香港那边有些人 对内地的态度很一般 不喜欢结交内地的朋友 也不愿意去内地旅游 自带偏见 每次来都是为了工作 态度也一般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陈奕迅演唱会临时叫停 是因为嗓子消耗过多 失声了 这肯定是没办法继续唱了 也可以理解 总不能让买票观众听假唱吧 补救措施做好就行 说起来现在的演唱会主办方也是挺疯的 为了多赚钱 会用高围报吸引歌手连开好几场 最夸张的是连开无场了 铁打的嗓子到最后几场的时候也吃不消了 铁打的嗓子到最后几场的时候也吃不消了 铁打的嗓子到最后几场的时候也吃不消了